那我们看看啊 接下来呢再谈一谈关于SDN这个概念性的 这个SDN里面要想实现就所谓的SDN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也是也不是说所有SDN啊 我先澄清一下 就不是说所有的SDN都要这样做 但是这个确实是最早期SDN的初衷 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要把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做分离 控制平面就相当于是大脑 然后数据平面呢 就是转发平面呢 就相当于肌肉 这是我看一本书啊 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那实际上这个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指的是啥 像一个咱们就随便说一个交换机 那么你这个交换机也好 路由器也好啊 你要做数据转发的话 像这种传统的 你要有二层的表象 要有三层的表象啊 二层的表象就是马克地的表 三层的就是路由表 对吧 有了这些表象 他就可以进行转发处理了 那么流量在基于这些表象进行转发的时候 走过的路径 走过的功能 这个就是转发平面 数据平面 数据层面 就是说以前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 你为什么要网络 为什么需要交换机 为什么需要路由器 就是因为你希望他能够帮你转发数据 对吧 对 其他都是需要的 其实其他都是需要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路由器交换机 就是因为能够让这些数据层面的流量 就是说你的正常客户服务期间的流量 然后能够正常穿过他 能够转发到目的地 这种这种这种操作 其实就是转发 就是数据层面 数据层面 数据层面 数据平面 那这个转发的表象是哪来的 嗯 这个时候就得需要用控制平面给它产生出来 像OSPF 像BGP 这些路由协议 它都是属于控制平面的东西 像咱们传统的这种网络设备呢 它就一个设备上 就又有控制平面 又有数据平面 对 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说 那刚才我说就是数据层面说了 然后呢 什么叫控制层面呢 就是要转发 你总要知道怎么转发 你总要知道从那个口出去 或者说走里吓一跳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二层转发表啊 或者说三层路由表啊 就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么就需要一些控制层面的协议 像OSPF啊 BGP啊 这种传统的经典路由协议 然后它来帮你构建这个表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叫管理层面 管理层面就是管理的 就是TELT SSH SNMP 管理层面 对吧 其实应该就是说 现在那些那些下面交用机 如果SDN的话 交用机就只能算是 只是数据层面 管理层面和控制层面都被 都被在控制器 只有一个统一的控制器来进行控制 其实还有一个管理层面 对吧 那一般来说呢 就不说控制层面了 反而就是一般说管理 这个不是说管理层面了 就是控制层面 反而跟数据层面一定要分离 那传统的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SDN需要把这个控制层面和数据层面把它给分离开呢 这里有一个理由啊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现在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张图就是一个传统的设备的网络图啊 各自都有各自的控制屏面 自己有自己的数据转发平面 数据转发平面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设备都是自己相互独立的 自己有自己的大脑 啊 自己有自己大脑 如果一个应用从这儿到这儿啊 到这儿 它可以选择啊 合适的这个路径转发 合适路径转发 这都是需要每一个设备单独计算的 那你这么想 如果说一个人或者一个管理人员啊 失误把某一个设备突然给他配错了 那是不是就直接就影响到整个网络这个应用 到这个应用之间的网络的联通性了 对吧 就是说我觉得传统网络吧 当然了也就是这么多年了 都三四十年了 这么多年时间了 对吧 就是以前呢 就是认为每一台 其实每一台设备都是独立的 对 你需要独立的去管理它 去控制它 然后去配置它 而且合理的配置 对吧 你不能用谁一遍 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是相当容易出问题 效率也是很低的 非常低的 对吧 其实人难道不错 我觉得就是说人不出错 他起了惯了 你敲版本就知道了 对吧 就别人说 这样有人说 那别人比如背版本过的 我说你背版本你也没得过呀 好吧 那版本那么好背呀 他说的 好像他们说的就感觉到那么背了 敲上去就能通一样 敲得鬼 能通他妈才有鬼了 你罩着 我给你一比一 给你用实验台 我给你讲一遍 你敲 你给我敲通了 我也服你 是吧 这个真的很困难 那因为人这种物种就是一个犯错的物种 它就会犯错 它就一定会敲错 而且每个设备也奇奇怪怪的口子啊 这个那个的 对吧 所以说传统网络这种独立的配置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或者说还有一说 以前为什么要出药 这个 SDN 就是 它比喻就是说 像 像就是说 有些可以飞行员 那飞机牛逼 我开的6 我自己就不用 找个机场 我就可以降了 对吧 那你说 你如果说你飞机没几个 那你每个飞机员来飞机没问题 但是你想想你的飞机这么多 流量越大了 对吧 那你说每个飞机飞机员自己降落 那不出事吗 所以说现在就需要中心塔台 通过塔台 通过中心控制 对吧 让你一起飞 一起飞 让你下降 你下降 你不要让飞机员自由发挥了 对吧 对 现在这个 SDN 的架构 就是有点你这种比喻 就把这个控制团相当的那种 GPS 统一的 你人的汽车就是数据平面 有统一的 我觉得还有这个例子 就像以前那些红绿灯 那就每个红绿灯 那是固定的 就是说红绿灯 我就是几分钟几分钟放那边 几分钟几分钟放这边 但现在这就是传统时代 就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是吧 自己有自己的算法 那肯定不优 那现在不是更好的就是说 全部的红绿灯连网 然后实时基于这个实时流量 然后动态的去调整红绿灯 统一的红绿灯 现在还没实现出来吧 这个未来有可能可以 现在这个东西要实现了 美国实现了 这个肯定是中国先实现 咱们虽然说我其实对美国的科技还是这个 但是这个我相信中国肯定要比它先实现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SDN 就是统一控制 这个肯定是一个大缺失 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人去做这些事情 人特别不靠谱 对吧 就是每一个去敲 我想说版本照着敲就敲不过 你吹牛逼了 就是好多人们吹牛逼说自己 你们就是背版本的 我什么你背一个给我看看 是吧 你敲你这么几十个设备 你给我敲一个 你背 你给我背一个 说什么容易呢 是吧 那有了这种 SDN 的这种思想 就是控制平面和术语平面分离以后呢 它这种架构结当然也发生了变化啊 就像那底下这个设备呢 没有自己单独的控制平面了 然后这都作为纯粹的数据转发平面 数据转发平面 那么控制层面呢 是由统一的这种上层控制器来实现 在这个控制层做集中的控制 控制层通过一个特定的这种协议啊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OpenFlow协议 能够把它的这种数据转发的这种表象啊 给它下发下来 下发到每一个这个数据转发层上 这样的话 你们的所有的这些流表啊 我们把它成为流表 那都是基于上层的这个控制平面 集中下发的 那么这种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那更方便了 更集中了 从这种出错的角度来讲 这个很少出错了 因为下发不会有问题 对吧 你直接在这个控制层面做一个优化计算 那么它就会下发下来 那么这个底下的数据平面就可以按照这个流表方式进行转发 这是当初啊 把这个数据平面和控制平面把它分离出来的这种思想和目的 这当然只是其中一些 那么还有一些想法呢 肯定就是面向于上层了 上层呢 这边就是应用层 这个应用层呢 可以是人啊 也可以是服务啊 就是我觉得当初 其实我觉得 SDN 这一块让我觉得特别有必要的 因为就以前我觉得啊 反正其实以前我们也几十年过来了 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个毛病 你说现在切个东西 感觉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优势啊 第一个我让我觉得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 它的时刻的DNA里面 QS 全局QS 特别棒 它的全局QS 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前全局QS 我们就是QS的东西就是说说 你看 你看这么多连都是说说 什么时候真的能实现得了 不好维护 维护难度特别大 对于你要是维护的话 每一个设备都得要对它 而且这种QS的东西需要经常调整吧 对啊 就以前那个QS的东西就是说说 什么时候实现过 没有实现过 但是呢 它那种全局的QS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 它可以就是从集中那一下推到所有的设备上 一致性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SD1 我觉得也是以前我们那个VPN SD1其实又替来VPN嘛 其实SD1也是SD的一种形式嘛 对吧 就是说 像以前我们VPN基本上就是主备 要么就是负责军盟 对吧 那种很固定的 很静态的东西 以前那种VPN不可能基于什么实时流量啊 对吧 实时带宽啊 抖动啊 来有效的去切换调整 全局的智能调整 那以前也是跟扯淡一样 那玩意儿也是实现不了的 而且VPN也知道配置加用巨大 真的是 真的是VPN的东西 比如说我敲了 哈哈 我敲的特别六 我是一个高手 比如我敲的特别六 我交给你 你就傻眼 主要我不在这个公司 你就换一个人 绝对什么傻眼 绝对懵逼 绝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点懵逼 不知道怎么路由选的呀 怎么调整这些东西 首先你没法交出去 别人根本都不懂你敲了啥 还有东西就是调整起来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说呢 我觉得sd1算是个刚需 就确实解决了这个负载均衡啊 这个基于各种各样的动态的应用识别啊 基于应用的全局的优来 全局的优化呀 这些东西 这个sd 这你不是说你圆区网也好 然后运营商网也好 以及数据中心网也好 每一个网都有这方面的刚需需求 数据中心网是最最最最刚需的 因为它的上层应用是最多的 数据中心嘛 数据中心我认为 我认为最开始的钢区是数据中心 原因就是因为云 其实 其实是因为云 就是因为 以前如果用传统架构 用生生素啊 用微烂啊 用这些东西 然后呢 如果说上云 那么云的话 那就给它画微烂 做tronk 然后呢 这一套东西 首先 那个如果人工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人工来做 自动化也没法做 自动化那个微烂那个tronk里破完 那可炮弄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因为有云的出现 然后呢 需要利等可取的一个就是距离界的上限 所以说 数据中心应该是最开始 最开始 最开始 用到sdn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是吧 我觉得是 就是因为 我觉得数据中心是因为云 是因为快速的快速的上限 所以说需要sdn 然后呢 然后我说 然后呢 sd1呢 就是因为确实 vpn那块更加动态的调整 也需要用到sdn 对吧 但圆区网说实在的 圆区网其实一直没有找到特别有必要的 就是传统圆区网 但是我现在找到几个东西呢 就是首先圆区网是qs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其实有线我真没觉得有多大必要 但是那个无线真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对 那个无线那个问题吧 就是上次有个哥们也是在那个直播里面也在问我问题 就是说 那个无线那种破完 是吧 你说 你一会能连上 一会又不连上 就信号不好 我操谁他妈都搞不定 就是无线的东西 我给你 你相信我就没有人给你说的明白 就是为什么你这一会儿能上 一会儿上不了的 但是斯科现在能够做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他能够实现一个 他那些所有的AP 不仅是一个AP 也可以做一个伸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只要发现 只要发现客户连接有问题 他中心可以看到客户连接有问题 然后呢 他立即可以把一个AP 把他的客户赶下去 让你可以到其他AP 上去 然后呢 这个AP 会做一个Client 做个伸手 自动去连另外一个AP 然后呢 去做各种指标设施 然后告诉你到底是哪儿信号不好啊 还是DHCP有问题啊 各种各种原因 然后因为 你要知道 无线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觉得你当时信号不好 我他妈电脑里接 好的 你有啥德 而且我过来估计得 你叫我再快 我估计得20分钟过来 过来之后我看难以连 哎 我怎么好的 然后怎么办 我下次再说吧 他那个人就能视线说 只要发现他算出来 中心看着客户明显质量有问题 明显客户连不上来 立即他可以用旁边的伸手 或者说你不用专门买伸手 就什么也不干 就伸手 他行时在对周边的干扰信号啊 进行扫描 然后有问题的时候 他会做一个客户端去连你的一期 自动连 然后呢 在连接过程中帮你自动算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自动算 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他能自动算 这个我觉得还有点用 就是能够及时的去 因为人没有这么快 他那个瞬间就能够切成一个工作模式 直接就帮你去测 然后呢 连接质量啊 怎么怎么样啊 那个我觉得还有点用 因为无线这个玩意儿 说实在的 有些人问那种问题 我觉得你不要问那种问题了 没有意义 就是无线一会儿上 一会儿无上 他又能上 我又能上不了了 你就不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网络这个问题就是无解 好吧 但是那种 他那种SD那种基于数据学习的那种快速的这东西 那个 这个还行 是吧 下次再说可太真实了 是吧 就得我一点好了 那下次再说吧 对吧 那海岚怎么地呢 我来怎么地呢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下次再说 看来这个兄弟深有体会啊 你是经常拿这个话 从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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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电脑 换个电脑 反正我没有 我这挺好的 你是被别人这么样对待过呢 还是你对待过别人 谁也没做 你知道我去 我也没做 我也是下次再说 这就是SD嘛 SD的这个模型啊 这个也了解一下啊 就是说 它分三层啊 基础架构层 其实就是这种数据软发的设备层 然后控制层啊 控制器层 以及应用层啊 应用层呢 就面向于业务应用 这个应用层 我也说一下啊 其实以前我也对那个应用层没有什么感觉 前段时间也是读尾书 那个Devlet的这本书 给我讲的特别有意思 它这么回事 然后说 比如说像你圆区网 你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你确实有个客户下线了 出了故障 然后呢 应该怎么办呢 正常应该是开个case 让开个 就是你们大公司嘛 你开个case 然后让那些人来接这个case 然后呢 来帮你处理 这个过程呢 是很慢的 对吧 但是现在能够支持什么呢 就是你的 这是像控制机车上 你的ACI 对吧 或者说这个司科的DNA 上面那个BP呢 就是 不是 想不起来的名字呢 就是知名的那种 这种企业管理系统 就是你可以在企业网那种去查case嘛 这两个东西可以连接 可以对接 通过API 就对接 对 就可以直接通过那个企业管理系统 然后通过你的ACI 就直接可以对接 对接了之后呢 就说一旦出问题 那么ACI制度开case 而且呢 开case之后呢 ACI还会附上它所了解的一手情况 就说它了解这个情况什么时候出的 是吧 那么 而且它有学习功能嘛 就是大概它会帮你预判 大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 频率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直接自动开case 那这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这就是 这算是就是上次硬层和底下这个中心控制器呢 做一些对接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像那个Letterbox 就是最近我研究的 就是它这个叫I7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要做I7的管理 它也可以跟它对接 然后通过I7的管理 这套系统能够搭过来哪些I7的谁在用 你想想啊 这要是如果说传统网络 没有这个控制器的这个的话 怎么对接嘛 对吧 你对接每一个设备嘛 这基本上不大能实现 现在有了一个集中的控制器的话 直接跟这个控制器做对接 并且呢 你这控制器开放相应的API 因为现在都流行就是说 这个这个就是 你甚至说有API嘛 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个东西 对 这就是适合 你自己开发一个东西 也可以通过API跟那个控制器已经整合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 而且我看的就是说 现在就这块的东西啊 就是如果说你要让大厂去开发这些东西 这东西老慢了 他也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现在如果说有了这种API的能力 那上面这个开发的人员 就可以有很多这种社区人员去做 就是各自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做出了很多的这种吸气骨盖的想法的东西 然后也很高效 比如最简单的嘛 就是我当然没有做 我们公司没有什么必要 就是说 像我们公司不是有商务系统吗 我只给它开到他们在内部开账号 对吧 其实 其实就完全可以实现 就他们那个 但是我 就是他们那一开账号 直接就在我们这个内部系统 像ISC上开账号 就是一个意思 但是其实现在我不是在ISC上 我在域上开账号 ISC找域用 其实也相对于是这个意思 对吧 或者说要做一些 就是这个用户来了 他要做一些网络的特殊操作 也直接就流 流线化的就直接一把 就把你做完了 就全是重的 对 对 这个结构呢 还是很清晰的 这个大家好 看一下 这个就是ISC的网络结构特点 再聊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现在ISC有什么样的组织 这个作为最大的非盈利的组织 这个叫ONF 这个叫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它就是专门定义这种open flow协议的 嗯 其实我现在都觉得 我现在不太爱搞这种工友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SDN基本上都是私有的方案 嗯 它是那样 就是这些私有的一定也是从工友的基础上在自己给的 嗯 它还是要有个工友的 像这个Open Delight 这个最早期是由思科 Junipro 惠普 华为这些厂商一起参与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然后这个里面定义了很多的就是啊 控制器方面的这个功能 还有这个南向协议啊 北向协议啊 这些方面的 那慢慢慢慢的像华为的这个产品 它的这种就是控制器就是基于Open Delight 这个做了二次改进的 呃反而人家说都是一些私有的玩意儿 最终都会变成私有的 嗯 包括你的那个大厂就是什么 呃就是什么阿里啊谷歌呀什么的 那也都会变成大的 嗯 自己私有的 对吧 这个Open Delight也是一个呃 他就不像就是现在这个就是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跟以前不一样吗 以前就是呃都是一些标准协议公有协议 嗯 对吧其实其实现在更多的是私有协议 私有协议 更多一些其实现在我真的是非常讨厌公有协议 就是为什么我讨厌它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像SNMP那种破玩意儿 对SNMP那种那种就是是是公有的 但是公有是用吗 公有啥用也没有啊 所以说SNMP里要搞一些什么MIB 嗯 哇那个MIB一层套一层的 这种公有这种破玩意儿就是为了兼容各大厂商 然后造成这个协议极其的复杂 极其不太有可用性 对就是这种公有东西想起来都烦 你知道吗 现在反而是这种纯私有的像AWS这种纯私有的 反而我是自己的 纯私有的可以 他就可以做的很简单 你说AWS是私有的 明明的也是私有的 华为也是可以说自己私有的 四科也是私有的 都是私有的 私有的东西反而会做的比较简单好用 好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厂商都想把自己的产品保持竞争力 然后对吧 嗯跟别人又要去竞争 还是有利益方面的这个 反而就这个东西没 现在不存在什么公有的 真正公有的 能够能够互操作的这种东西 像不跟你以前以前是可以 就就就就连那个微差烂技术 虽然说都是公有的 但是它里面还是就是各个厂商的微差烂都不懂 这个呢 ETSI是运营商 全球的运营商网络组织出来的一个 ETSI 这是组织 组织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咱们再谈完 这是概念 你看这个SDN的架构特点 聊到这儿 咱们做一个小的结束